那自愿意招募那么女兵啊女军官的人数就越来越多了啊 但是女生跟男生毕竟身体上面的构造就是不一样 如果女生呢怀孕了 不止有时候呢会看到她们还在第一线带兵出任务真的太辛苦了 而且呢其实怀孕的女兵在美国啊欧洲啊都是有特制的军用孕妇装 但是在台湾呢怀孕女兵呢竟然没有军用的这个孕妇装 再加上一般的军服又闷热没有弹性 真的让怀孕的女兵非常的苦不堪言 模拟国军女大兵如果怀孕了还得穿军服上班实在好辛苦 衬衫扣不起来裤子拉不起来S腰带也合不上来 很不舒服 为什么 就穿不起来很不舒服 怀孕了穿军服真的有难度 国防部虽然同意怀孕女兵穿宽松衣服 但却凸显了没有专门的军用孕妇装 欧洲英国其实大家都有今天不是穿孕妇装 因为军营里面军人是不同的代表性 委员提出的问题来 研发透气迷彩服穿起来正面看根本不会察觉已经怀孕 澳洲的军便服直接让女大兵穿军用孕妇装 坊间会有专门在卖孕妇装的 因为她的材质 她的特殊的生理需求 委员的意见 我们接受 我们接受 那什么时候可以做 没有做 我们立刻去检讨 2007年国防部就严你要定制孕妇装 五年过去了 却还是原地踏步 另外女大兵怀孕也因调整任务 不应派在第一线执行 军方种种瑕疵 凸显两性观念 还是很落误 这就是黄军的小与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